过了这么多年 被冤枉时的难过 早已经在万宁心里 取得干干净净 万宁转过身 将夏合递在沈氏的腿上 母亲 跟我去京城吧 我们分开那么久 早就应该团聚了 沈氏正愣在那里 那怎么行 我 现在 只有母亲是一心为我思量 万宁拿起沈氏的手 沈氏的手很暖和 在族里这几年 我就被关在秀楼里 好不容易去园子里 却被人推进了池塘 要不是有客人在 我早已经被淹死了 父亲对我不闻不问 母亲还指望姚家 能给我说门好亲事 陈家 那门亲事 祖父先里自有思量 绝不会落在我的头上 难道母亲还没看清楚啊 现在只有我们自己 才靠得住 万宁怎么会说出 这样一番话 一眼看着沈氏在思量 万宁接着说 母亲在这里 我也担忧 倒不如我们母女在一起 互相依靠 沈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想想 万宁的话有道理 可是究竟还有些孩子气 她已经被修 怎么能光明正大的 和女儿一起生活 母亲 母亲不知道 前些日子 祖父说 要将我送去加安 还要将我逐处姚家 这些事不让母亲知道 母亲永远会觉得 她留在姚家听话 才会有好日子 沈氏睁大了眼睛 他们怎么能这样 要让母亲 彻底对姚家死心 几年不见 母亲的头上 已经有了白发 她能借此想到 母亲度日如年的生活 母亲相信我 沈氏听得万宁的声音 转过头来 万宁那双清亮的眼睛里 满是坚定 从此之后 我们只会越来越好 沈氏流着眼泪 终于点了点头 万宁不知道 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鼻端是香喷喷的 点筋味道 沈氏撩开帘子进门 看到万宁露出笑容来 再睡一会儿 不着急起身 吃过饭 我们去祖宅 给你外祖母请安 沈氏换了件青色的被子 头上戴着枝玉簪 脸上也湿了薄粉 看起来比昨日精神 焕发了许多 在万宁的记忆里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 虽然祖父一家 看不起沈家 母亲还是将手里的 沈家产业打理得很好 后来父亲一直以 书香门第的规矩来约束 母亲才将手里的铺子 卖掉了两件 一心一意地相夫教子 母亲心里是想好好 做个姚三太太 只是祖父父亲 不这样想 父亲纳妾之后 母亲心情不好 每日也慌了打扮 只是常常和她在一起 这样一直委屈求全 换来的是父亲的修书 其实母亲很漂亮 有江南女子的婉约 眉目中又不乏其力 这两年虽然憔悴 苍老了很多 打扮起来还是很好看 婉宁坐起身 让洛宇伺候着 换了衣服 和沈氏一起吃过饭 沈家的马车 也准备好了 母女两个坐了车 到祖宅 外祖母早就在屋子里 等着他们 见到了母亲和她 外祖母的眼睛也红了 眼泪扑苏苏地掉下来 一把就拉住了母亲和她 我的儿 你总算愿意出门了 母亲不知道 怎么说才好 靠在祖母的肩膀上 哭起来 祖母不停地劝说 都是多年前的事了 你也该放下 那黑心肠的人 你还想着做什么 屋子里的女眷都跟着 又是哭又是擦眼泪 沈氏哭了一会儿 只觉得猴头发甜 转头不停地咳嗽起来 外祖母说 快 请郎中过来看看 这病已经断断去去一年了 这样脱下去 还怎么能好 昨天只顾得相聚 管宁没发现母亲还生着病 沈氏盲摇头 没事 没事 外祖母却不一 从那边搬过来到我身边住 我要看着你将身子养好了 外祖母说着话 帘子掀开 由管事妈妈进了屋 管事妈妈手里拿着一摞子账目 见到屋子里的情形 就将账目放在一旁 婉宁看过去 这应该就是外祖母说的 京城里沈家铺子的账本 外面忽然就传来声音 让开 我要去问问老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沈家的事 难道要听一个外人的 沈老太太看向婉宁 快去屏风后躲一躲 免得被人看到 婉宁从太兴到扬州 沈老太太都做了仔细的安排 沈氏一族里知道的人并不多 沈静赫也在沈老太太面前说过 绝不会说出去 怎么转眼的功夫 就让沈氏族人都知晓了 这样一来 姚家听到风言风语要怎么办 沈老太太想到这里皱起了眉头 担忧地看了婉宁一眼 却发现旁边的婉宁脸上 并没有半点的慌张 而是湿湿然起身 向沈老太太行了礼 才带着童妈妈去了屏风后 沈家下人将外面的沈静奇 请进来 沈静奇显得有些激动 进门向沈老太太行了礼 下人搬了椅子 沈静奇也不坐 就站在屋子里 这沈老太太神情自然 老二今天怎么会过来 你父亲怎么样了 前日里我请了药王府 又点了一盏灯 盼着你父亲的病早些好 沈静奇一脸的感激 父亲已经好多了 我和哥哥不常在家 多亏了老太太照应 沈静奇是族里 二老太爷家的二子 族中行二 是沈静赫的弟弟 平日里押送米粮去边疆换盐饮 常年在外奔波 和妻儿也是聚少离多 就因为辛苦 在沈家族中颇有些声望 沈老太太缓缓地说 你们哥俩辛苦 我老太太怎么能不知晓 我们这一房人丁稀少 要不是整个沈氏一族上下一题 也没有如今的家业 见到沈老太太 沈静奇的眉头松了些 呸里道 不是我要打扰老祖宗 只是有庄事 想问问老祖宗 经理的店铺 是不是准备对出去了 要留下来 沈家是靠着走盐发家 和姚家结清后 陆续地在京中 开了八九间的铺子 有的卖腌脂水粉 有的卖些米粮 还有的卖锦段 前些年也有兴隆之状 这两年却慢慢地衰败下去 如今沈家的盐业生意不好 更被这几个铺子 拖得泥足深陷 我们族里没有人手过去打理 那些铺子留着真是拖累 将几个掌柜调回来 这边的生意就轻松不少 沈静奇说着顿了顿 老太太不知道 今年这盐饮换得有多么难 拿着卖了铺子的银钱 多在边疆开些地 雇些店户 免得明年没粮换业 这些事是早就说好的 怎么说变就变了 哥哥从太兴县回来 说经理的铺子不卖了 他追问为什么 哥哥却一脸地晦迹陌生 他不肯罢休 一直问 哥哥才说起了陈娘的女儿 姚七小姐 姚七小姐说铺子不要卖 凭什么 不过就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连沈家人都不算 竟然替沈家做起处来 想到这里 沈静奇就一头地怒火 哥哥劝说不让他来找老太太 他怎么能忍得住 趁着哥哥出门 他就带着人到掌房来了 虽然说沈家家业是掌房打下的 沈氏族人却也没少跟着新老 他就不信了 他还不如一个外姓的小姐 沈老太太叹口气 唉 这些事我都知道 所以才让人将往年的账目都拿出来 沈老太太说着 看向八仙桌上的账本 厚厚的账本落在那里 这账目要给谁看 那个十二岁的孩子 她是知道姚七小姐帮忙 让哥哥少了牢狱之灾 但是不能因为帮了一件事 就插手管上整个沈家 他吃的盐比那孩子吃的米都多 他还不敢下决定 那孩子怎么敢 不行 绝对不行 如果他不站在这里说清楚 他就不信神 沈老太太说 到底行不行 还要请人算算再说 老太太 我们已经算了两三年 还有什么好算的 沈静奇的反应很大 这也让沈老太太没有意料到 沈静奇说 现在不做决定 要等到什么时候 卖铺子要有个十日才能做好 春天就要开地 银子从哪里来 姚七小姐分明是什么都不懂 在这里乱搅合 自从老太爷去世后 掌房就算摔落了 四弟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将这个家管得乱七八糟 要不是他和哥哥支撑 沈家早就败下去了 说什么总会有转机 除非掌房老太太也复生 才能救沈家 沈老太太看着沈静奇 平日里也是个稳当的人 怎么今天茅草起来 关几家铺子 哪里是小事 要仔细思量 沈静奇看了一眼旁边的陈娘 老太太这么说 是不是为了陈娘 怕陈娘将来无依无靠 所以才笼络着姚七小姐 沈静奇不等沈老太太说话 伸出手来 我沈静奇这里发誓 虽然陈娘出自掌房 我们二房后代 也会供奉陈娘 不会让陈娘孤苦无依 沈老太太皱起眉头 你这是听了谁乱说话 沈娘用不着你们二房操心 我活着我照应 我死了 还有你大哥 还有坤哥 沈老太太的神情 多了些威严 沈静奇表情不禁善然 老太太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太太就算将经理的铺子 都交给姚七小姐 以姚家人的作风 想来也不一定会被 姚七小姐所用啊 老太太和妹妹 是身在其中浑然不绝 难道不明白 姚七小姐为什么会这样说 她一个孩子 做成了一件事 就自诩粗名 想要插手沈家的事 这些不过都是小孩子心性 她没在沈家长大 对经商也半点不通 要了店铺能做什么 说不定是上了姚家人的当 当年陈娘将店铺开的京城 还不是落得那样的结果 有些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千难万难 沈氏皱起眉头 沈静奇的话说得太重了 现在站在那里一脸急躁 别人说什么 她都会反驳过来 她印象 二伯父家的两个哥哥都很好 才几年不见 怎么变成了这样 难道沈家这几年的情势 真的非常不好 沈氏对上沈静奇的眼睛 清理的店铺一下子都关了 京中来往的账目都要清理干净 二哥算一算银子还能剩下多少 够边关开荒的不假 若是扬州府听说我们家 在京中关了铺子来捣钱 都要将钱庄里存的银子 拿回去要怎么办 我们家在太州府 遇到草米的事 绝不是偶然 有人已经盯上了沈家 只要沈家有个风吹草动 就会有言语传出来 这一点 我们也不能不防 所以婉宁才会说服老太太 将账目再清算一遍 不能直接眼前置起啊 沈静奇听着沈氏说的这些话 这些都是婉宁说的 还是陈娘为婉宁遮掩 如果这是姚家设下的套 沈家不是赶着往尽钻吗 沈静奇正想着 只看到屏风后有人影一闪 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穿着黄色的裸裙 粉色兰花被子 梳霜记 一双眼睛如星辰般明亮 灰台着下河 大大方方地和他对视 沈静奇还没反应过来 婉宁已经行礼 婉宁见过二舅舅 声音清脆 眉眼中的神色名利破人 并不像养在龟中娇弱的女子 婉宁 这是姚七小姐 既然是姚七小姐 定然在屏风后 已经听到她方才的话 脸上却没有半点的气氛和急躁 而是淡淡的从容 仿佛早已经料定一切 姚家的小姐 竟然这样来到沈家 沈静奇不由得有些错愕 婉宁不等沈静奇说话 二舅舅为什么要迈到京城里的铺子 她方才已经说了 自然是为了保下盐引 我们沈家是靠盐引起家 这样简单的事还用她说吗 很多商股都是新家之后买卖就做得砸起来 最后算来算去 那些生意都是中看不中用 真正赚钱的还是本来的买卖 婉宁点点头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错 人人都说沈家是做盐引起家 无论沈家做什么都被归为严商 万宁摇摇头 我们沈家不是靠盐引起家 我们沈家卖过豆腐 做过货郎 就算没有盐引生意也能新家 因为沈家靠的是审时多事 靠的是精准的眼光 别人没有用米粮换盐引食 沈家千里迢迢送粮食 那时候祖父还不是被人笑话 本来能开铺子赚钱 为什么要长途跋涉送米粮 二舅舅 我说的对不对 沈静奇顿时想起 那些运送米粮 风餐露宿的日子 无论风雨 沈家的商队都会准时将米粮送到 他们也有鸡肠碌碌 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也有为了赶时间 连吃喝拉撒的时间都没有 一支商队 那么多的人都靠着这个来吃饭 不止他有妻儿老小 所有的人都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每年都有死在路上的人 他们图的是什么 图的是沈家的名声 所以他才会着急 他们不是那些在家等着 请祖业的子弟 如果是那样 他不必在意一个小孩子的话 不必据理力争 他会站在这里 是不想内宅那些火 烧到沈家商队上来 婉宁走到沈老太太身边 抬起头 二舅舅 喝杯茶吧 让他喝茶 慢慢说吗 童妈妈端了一杯茶 送到了沈静奇眼前 一杯茶 沈静奇随意地看了一眼 本眉放在心上 却很快地 他又将目光重新落在那杯茶上 有一股陌生的清香 沈静奇不禁看过去 有些发红的茶汤 这是什么 童妈妈向前递了递 沈静奇接手过去 送到嘴边抿了一口 吃起来比闻着更好 从来没有过的味道 和任何一种茶都不同 沈静奇忍不住多吃了一口 半晌 他抬起头 这是什么茶 二舅舅喝过吗 像是黑茶 去胡适 这茶到嘴里有一股子清香 很好喝 这是别人都没有的茶 真的是别人都没有的茶 沈静奇不禁说 这茶要卖出去 自然是要卖的 所以才会盘算京城里的铺子 才会将账本拿出来看 看那些铺子 还有没有留下的必要 不是随便说说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十二岁的婉宁 说出这些话之前 是经过仔细思量的 不 不光是仔细思量 他甚至手里已经有了 要卖出去的茶叶 沈静奇不禁觉得 脸上有些发紧 早和婉宁说几句话 他就不会这样冒失 就不会觉得 是有人指使婉宁操纵 操纵沈家 沈静奇抬起头 不好意思地 看了一眼沈老太太和婉宁 他真是没想到 我会想到你了 这边就会这样冒失去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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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